在Instagram,有一款貓吸引了12萬人追蹤 看外表,這款貓擁有灰色的毛髮 加上一箱迷人的碧綠眼睛 這款貓叫俄羅斯男貓 我這隻是俄羅斯男貓 牠叫Momo 今年一歲 最普遍的就是牠的毛髮 一看下去,牠是灰灰藍藍的色 牠的眼睛通常只有兩種眼神 由黃色變成綠色 這款貓源自俄羅斯北部 據說當時俄羅斯帝王 也是這款貓的愛好者 在1860年,有一群水手帶這款貓飄洋過海 在英國、歐洲一帶登陸 之後開始在當地落地生根 牠會很害怕,經常躲起來 還有會有一點情緒問題 上網搜尋過 才知道原來牠們的情緒很容易波動 不可以這麼容易轉換環境 如果養俄羅斯男貓 就盡量不要轉換環境 這個品種很有一個規律 設定了每天每一個地點去做什麼 吃飯、起床 牠就會跟著這個天氣去做 牠不太喜歡改變 基本上俄羅斯男貓 牠的種是非常好的 目前為止沒有什麼已知的遺傳性問題 普遍來說 俄羅斯男貓牠們的腸胃 有些人會說牠可能不太好 目前為止 我們見到 只要你給牠的飲食 不要太多元化 不要太過刺激性 牠們的腸胃在香港這個環境 我們見不到有什麼大問題 我覺得牠的性格比較靜 牠很喜歡扮假司 但有時候牠會很喜歡黏著我 又會很喜歡去舔我的手 牠就一定不會攻擊小朋友 牠是很乖的貓 我覺得300多尺至400尺 其實已經的空間很足夠了 因為牠們真的不太活躍 基本上都是 偶爾跑來跑去 其實已經很滿足到牠的開心 我相信俄羅斯男貓 適合在一個有小朋友的家庭生活 牠本身自己都很溫馴 也很像家人 很像牠的主人 總括來說 這款貓天生沒有很大的健康問題 而且性格友善 適合家庭致養 不過要注意牠們需要時間熟悉環境 停課不停學 號召有心人出手 撐學生看足一連蘋果 準備好耶 5 3 2 2 1 2